反观是南韩的 他们则是为了一年前 一个非常严重的传难事故 拖到了现在 还是没有办法好好解决 逼得民众要上街头抗议 形成了一个暴动的情况 这就要请教赖教授 为什么都已经过了一年了 照理说事情都应该 一般来说事情都慢慢处理完平息 结果反而在南韩 演变成这么多人上街头的暴动 是的 韩国这一年来 都活在这个悲伤里面 因为这个4月号 造成的伤害太大了 这个4月号我们知道 304个人罹难 这中间有250位是高中生 这些前途正在展开的时候 就失去了生命 而且他们的生命 原本不应该失去的 是一连串的错误 然后他们是听命令 听指示 我们那时候节目也讨论过 然后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就看到了 有9位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好 这过了一年了 那也就是在4月16号是满一周年 当然这满一周年的时候 那个首尔就是 韩国的这个政府 也要办这个追悼大会 但是他们的这些罹难家属 拒绝政府来办 然后他们自己办的 这些家属自己办的 这些追悼大会的时候 普警会去的时候 他们全部都离场 他们不能够阻止总统来 但是他们不愿意跟总统在一起 他们全部都离场 这么不给面子 对 然后他们的总理在另外一个地方 去参加追悼大会的时候 他们抗议 因为他们不会对总统不尊敬 但是他们对总理 他们说你没有做好 我不让你进来 好 现在的情况是 刚好就在18号的时候 首尔我们看到了 您刚刚讲的这些群众 开始示威游行 这不是一两百人 这是上万人 这么多人 估计7万人 就在这一天的时候 普警会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 到哪里呢 到中美洲 中南美洲的秘鲁 去访问 去访问 所以韩国人很多人认为说 你离开的时间不恰当 因为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为什么会没解决呢 过人一年还没解决 对 因为他们只要知道真相 他们的诉求两点 第一个 知道真相 第二个 把这个船 六千多吨 六千八百吨的船 四月号把它捞起来 他们要知道整个真相 现在还捞不起来 现在因为后来普警会说 捞这个六千八百吨的船 没那么容易 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 有没有意义 有值不值得这样做 这个还要再考虑 但是他们的家属跟支持者认为说 你应该把船捞起来 然后第二个 他们要知道真相 真相两个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军队的救援这么晚到 到目前为止没有给真相 为什么就这么晚到 而且为什么没有进舱内去救 为什么只救在水中漂浮的这些学生 跟这些民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会超载 为什么会沉船 而目前已经知道是官商勾结 好 问题来了 刚好韩国的总理 又涉及到一个有关于丑闻案 就是贪污 类似贪污 类似贪污 也就是汇选 因为好像有对价关系 因为又涉及到李明博总统时代的 他的这种所谓的精权外交 所以就是连环爆 所以然后又得不到一个真相的结果 民众受不了的意思 对 因为韩国政府 他们本来有一个 独立调查委员会在调查 结果韩国政府又成立一个 特别调查委员会 而这些民众认为说 这些罹难者家属认为说 你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用的都是你的官员 在重要的位置 而且我们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 预算被剥夺 因此他们永远无法掌握真相 这样的情形下他们要求 你这个立法通过的 特别调查委员会 应该要注销 不要实施 要以独立调查委员会 给予充沛的经费 还有设备 这样普警会都做不到 都不肯做 就是所以韩国人 就内心里面愤怒一直起来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一群人的诉求 他是要真相 那问题就在于 目前韩国政府 没有给他们一个 明确的答案的话 这种怨 这种愤怒 不会消失的 从哀伤转变成为怨恨 到愤怒很危险 韩国政府必须要 好好的处理 好